嗨 情人姐到了 大家情人姐快樂啊 啾咪 小廚呢 最近好像收到不少的巧克力了 啊 好害羞好害羞 巧克力收到那麼多 那怎麼辦呢 不想要直接吃 來來做一個鹹的料理 這是用這個黑巧克力來做 這是70%的 準備雞腿排 那你一隻兩隻都可以 今天的菜名我們是叫做 巧克力辣椒 雞腿排汗堡 雞腿我們直接下 直接煎皮的那一面就好 先下去煎 然後取出它的雞油 表面上呢 我有先把它畫刀 等一下方便手 然後雞腿呢 我們先用鹽巴 白胡椒跟酒 大概略醃製一下 等一下呢 用它雞皮這邊取出來的油 烤一下我們的辛香料 然後最後再跟巧克力做一下結合 雞皮呢 我們把它煎到表面酥脆之後呢 我們翻過來 把肉大概略煎一下 就有這樣的煎法 先把肉汁鎖在裡面 表面大概略熟成一下就可以了 煎好的雞呢 我們先放回我們的盤子 炒香我們需要的東西 第一下呢 是我們的洋蔥末 我們炒到聞到它的香氣 香氣出來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加我們的蒜末 辣椒 辣椒是一定要的喔 巧克力跟辣椒 哇 辣椒下了之後就覺得 哦 HOT HOT 都炒香一點點之後 來放一點點醬油 進來嗆一下香氣 放完醬油之後呢 我們加水了 肉把加滿鍋底 雞腿放回來 就取它雞高湯的部分了 蓋子蓋上 等待一下下囉 大概差不多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加入我們的番茄丁 再加一點香菜梗 讓它這邊燜煮一下 下一點點我們的黑胡椒顆粒 一點點的鹽巴 依舊讓它再燜煮一下 五分鐘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少一點點的果醇喔 不用多 我們大概一小湯匙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呢 因為我們湯底這部分 就要加進我們最重要的這個啦 今天要選擇是黑巧克力喔 你不要選擇那個什麼牛奶巧克力啦 還是比較甜的那種巧克力 那個可能會比較膩一點 那這種黑巧克力呢 它有濃郁的可可香 那因為巧克力進去呢 其實它預熱本來就會融化了 那我是等於是 把整個的醬汁 跟我們的雞腿排 把它收一起 醬汁呢 它都可以夠巴在我們的雞腿排上面 就加一點杏仁果喔 最後收汁說是要差不多了 這樣我們的巧克力雞腿排 已經就暫時完成囉 接下來麻布組裝成漢堡吧 放上我們基本的一些蔬菜 點上番茄 重要的起司片 整隻雞腿排上來 哇塞 我們來做最後的成盤啦 那移到我們的平盤上 做簡單的一個畫盤 再撒上我們最後一些綠綠的 配上一點黃椒粉 純粹裝飾 我們雞腿排滑下去了耶 因為雞腿排太燙 起司融化了 它就滑下去囉 哎呀 巧克力辣椒雞腿排 還有最重要的 愛心 送給大家囉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啾咪 掰掰